中一選區現在大家認為說 也是五五博 甚至會不會有翻的機會 因為蔡其昌我們之前說過 他四年前贏了十萬票 他贏了十萬票 而現在呢 因為是藍白示範區的關係 光是今天中一選區立委政見會 竟然有這麼多媒體在報導 因為蔡壁如跟蔡其昌 蔡其昌到底會翻掉呢 來 雨萱 我們剛剛提到一個最關鍵的事情是 現在中一選區是指標 被大家說是藍白示範區 現在好多人在問 現在是藍白示範區 有機會再複製到總統選戰上面嗎 他不只是藍白示範區 他最主要是因為蔡壁如是盧秀燕的意志 他現在問題是這樣 等於就是說 盧秀燕跟蔡其昌在市長一輪交手之後 然後把蔡其昌打了落荒而逃之後 現在過去大家有句話叫窮扣莫追 對不對 但現在沒有玩這一招 這個叫趕盡殺絕 他就說我要連你這一席立席 我要趁你病要你命 我要把你連根拔起 所以基本上蔡壁如一個人 有沒有辦法這樣呼風喚語 沒有嘛 但是加上盧秀燕這個因素 所以才會形成現在的景象嘛 你仔細看看有哪些人幫蔡壁如站台 嚇死了 我們剛才講到李梅貞也來幫蔡壁如站台 他過去也講就是原本什麼 謝龍界從北到南 所有盧秀燕可以叫動的人 非台中喔 我在講非台中喔 你去看一下蔡壁如肇事大會 全部都跑來啦 全部集結了 對啊 那為什麼大家要來 他們對蔡壁如有好感 特別喜歡蔡壁如 尊獨秀燕 不是啊 因為他就是一個最好的錨點嘛 我今天能不能跟柯文哲同台 不行嘛 那我要怎麼玩藍白河 蔡壁如 是 蔡壁如更變柯文哲的分身啊 變他的替代品啊 他弱化柯文哲的重要性啊 因為反正我今天跟蔡壁如站台 大家都懂意思啦 這就叫藍白河啊 所以這個叫做魚幫水水幫魚嘛 當所有國民黨的奧援灌注在蔡壁如身上的時候 蔡壁如反向的也可以幫他們增加民眾黨票源 所以所有想要增加民眾黨票源的人 都會跑來找蔡壁如 對 這第一件事情 這第二件事情 蔡壁如現在的選情到底如何 我不用討論民調啊 你看一下蔡壁如的反應吧 蔡壁如過去原本有沒有辦活動 沒有 很穩啊 你趟著選 趟著選 他在當中職會長 忙別的事情 忙著花花草草 忙著幫別人輔選 但最近蔡其昌在地方上接連辦了好幾場 家場喔 本來沒有的喔 地方型活動嘛 造勢嘛 吃飯嘛 放多餐嘛 對不對 找大家來嘛 所以顯然是什麼 有狀況告急了 急了 急了嘛 再來我再補充一個資訊嘛 原本林靜宜這個賴星德前幾天啦 下去是要幫林靜宜站台嘛 公開行程大家都有 有興趣可以去查一下 結果莫名其冒 眉頭眉尾的 突然多了一場蔡其昌 他不是穩當選的嘛 是 突然多了一場蔡其昌 多了一場蔡其昌之後 結果你知道要去幹嘛 也不是辦活動 吃飯 真的吃飯 辦在清水成都 各位清水成都 你可以上網Google一下 就是一家宴會廳 你如果要婚商喜慶 要辦婚禮可以去那邊 要請客吃飯可以去那邊 但你把一個副總統拉到那邊去 這是什麼 代表真的很急 那又沒有活動 我就硬找 硬找之後用四個字叫幹部會議 真實狀況就是這樣 800人的幹部會議 對 對 幹部會議 跟大家講說賴富是挺我 這一區要大家挺我 對 就很怪 就是硬要 他的目的就是說 希望能夠讓賴清德出現 那不只如此嘛 今天在政見會上交鋒嘛 對不對 但是各位你知道 在這個前幾天其實 這個蔡其昌還特別找了陳建仁來 那時候陳建仁狀況一樣 他要去找誰 林靜宜 他也不知道去找蔡其昌 沒有人想要去找蔡其昌嘛 因為大家就覺得說你蔡其昌對不對 霸主耶 對 需要我們嗎 不用霸 海線第一名耶 第一區沒人跟你算耶 結果蔡其昌也說 不行不行 我要跟陳建仁敲一下 敲哪一件事情 鐵路雙軌高價化嘛 海線鐵路雙軌高價化 因為蔡必如一直在講你跳票嘛 結果蔡其昌12月21號在臉書上寫說 完成了完成了 沒有了我們達到了 我們這個首肯了 中央願意了 就尷尬了 陳建仁到現場 換你講 幫我講一下 結果陳建仁知道說什麼 如果中央跟地方能夠達成共識協調的話 這件事情是可以 所以陳建仁又沒有給他一個答案 對 共識協調還沒 蔡必如就每天笑他跳票道 所以這個關鍵十天之內 好我們來看到的是 來靖妍 這關鍵十天 大打陸戰非常重要 好中一這個選區你可以看到 藍白示範區 它的確起到一個很大的作用 這十天內也在能複製 從立委到總統這樣的一個方式嗎 為什麼我們要特別看這個選區 因為這個選區的重要性 不是只有在區域立委選舉而已 我先講一個背景 剛才宇軒不愧在台中待過 他很熟悉這個選區的情況 我自己老家 我們老家就在殺戮 靠近清水這邊 所以剛才講的清水成都 那邊我上次才去吃喜宴 我們有親戚的喜宴就辦在那邊 你沒事會在那邊 沒事辦什麼幹部會議 沒有啊去那邊就是吃飯的 你沒事突然把一個副總統叫去那邊陪大家吃飯 餵的是什麼 焦急啦 你選區到處剩十天 大家看一下 柯文哲就不講了 畢竟也沒有新人K-pop 但是侯友宜跟賴清德 現在他們會去的行程 要去幫立委候選人輔選 一定是去比較五五波的選區嘛 就只差最後一把靈門一腳 要去推他一把嘛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蔡其昌耶 拜託 去年 前年啊 2022才被民進黨徵召選台中市長的人 現在居然繞得選情告急 這個合理嗎 跟大家講 為什麼我們要看這個選舉很重要 因為重點是 這個關乎到會不會最後有機會棄保 為什麼這樣講 這也可以說是總統的縮小版 為什麼 這個是副院長之爭 為什麼這樣子講 第一 柯文哲在這邊 就只推了蔡壁盧 對 國民黨有推了嗎 沒有 而且這個背景是什麼 本來國民黨自己 地方黨部評估是 希望說可以推候選人出來的 我們也有一個在地的教授 希望可以參選 但是確實在盧秀燕市長的 強勢主導之下 因為他認為說 這個選區非常適合 作為藍白河的示範區 而且可能那個時候評估 因為那個時候藍白河還沒破局 甚至是有助於藍白河 在總統層級的合作 雖然最後沒有成功了 可是剛剛宇軒提到 所有的小雞都 不是必自為公布解 而是相反的 大家都跑到這個選區來 為什麼 遇到蔡壁如 就等於遇到柯問哲 又可以吸那些柯問哲的選票 因為我們沒辦法 或者沒辦法 直接跟柯問哲巧遇 那我們只能跟蔡壁如同台 所以這個選區 未來我覺得 他是副院長的爭奪戰示範區 為什麼 假設蔡壁如真的給他選上了 幹掉蔡其昌了 第一 蔡其昌現在是副院長 蔡壁如未來會不會變成 很有可能是副院長的可能人選 這有可能 因為黃珊珊跟黃珊看起來 他們比較想要留在黨團 他們想要參與表決 所以這個是副院長的保衛戰 而且對於蔡其昌來說 他現在黨內也面臨問題 為什麼 第一個就是說 大家也想要去爭這個副院長 所以大家也不會想要去幫你出太多的手 第二個是 他如果現在倒了 下一屆的台中市長 就不會是蔡其昌選 所以現在蔡其昌面臨的是內外交迫 來 猴子哥 我們剛剛講了 這一次是盧秀院駐全 沒想到這個藍白示範區 真的慢慢做起來 連蔡其昌剛剛提到 好多點都回房了 趕快找賴夫來幫忙 陳建仁趕快來幫我背書等等 好 現在十天最關鍵的就是 好 這些中間選民 看到了台中這個樣子 最後他們會選擇立委模式 複製到總統模式上 那蔡壁如這個狀況就是說 他當然對民進黨來講 造成一定的壓力 因為蔡其昌是中流的代表性的人物 對 台中新潮流代表性的人物 如果他這個東西推倒了 對於整個民進黨來講 就會非常嚴重 再來就是說 他讓蔡其昌有壓力之後 他對其他附近的選區 新潮流的人 你就沒辦法去顧這麼多 所以對於國民黨 其他候選人的壓力有緩解 所以他是一個 非常非常好的一個合作的典範 可以看得到 對於國民黨在街上 那種擁有的